很簡易很好用單軸穩定器 自動水平儀SP-1 跟著GoPro 7呢 也是屬於NG要射到關路牙 黏到痾痾的感覺 因為它們兩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共通點 就是說因為GoPro 7本身呢 它的三軸呢是屬於數位的 那麼它是用比較 將畫面做框選的方式 做位移反作用畫面 讓畫面變穩定 可是呢在這個的時候呢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因此單軸穩定器SP-1呢 這個SP-1呢 這個東西呢 跟它就變得非常的匹配 它讓你在騎車走路的時候 開啟HyperSmooth就有如真正的三軸穩定器一般 那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 那個感覺減一味喔 一樣該歪該斜的它還是歪歪斜斜 好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按一下它會脫開 那麼它是靠這裡做固定的 好 關掉扣著 扣著好 按兩下 好 好 好 1 2 3 好 固定 好 再來按兩下關掉 好 再來 1 2 3 直的 直的 關掉 好 關掉 直的 橫的都OK 那沒電的時候呢 一樣可以利用只是效果不好 好不好 那再來講解一個東西喔 呃 它的力量呢 包括了有幾個模式喔 就是說 嗯 長按鍵開機喔 關 關掉就是按兩下 那麼 紅燈長亮就是要充電了 好 當這個燈 好 紅燈長亮就是要充電了 這裡 好 然後 一跟二號燈閃亮工作一秒一次 三號藍燈亮一級穩定 開機默認後一級一級穩定 好 如果是小的呢 或運動相機 就要用一級穩定喔 三號四號燈長亮呢 二級穩定 好 那很簡單就是按一次這裡 按一次 好 再按一次 好 它的模式的力量不一樣 你可以依照你的喜歡 去做一下不一樣的一個選擇 好 按兩下 好 我先把它關掉了齁 好 關掉之後拿下來 再看在桌子這邊齁 好 按著不放 當你發生你的水平都始終沒有辦法找到 都會歪歪歪歪歪的時候 很簡單齁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記得 手標就堵到 手標就堵到 螺絲的話 你就可以看 基本上就要看就要打 好 恢復原始設定完成 那麼它就會正確的給你 正確的水平 好 以上SP-1 趕緊來領獲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